大家好 西红柿炒菜花是一道营养好吃的家常菜 以后你就像我这样做 孩子特别爱吃 首先花菜切成小朵 两个西红柿切成小块 锅中水开加少许食用油和一勺盐 下入花菜和木耳 不知不觉 我已经发了几百道家常菜教程 还没能得到你的小红心 这个视频 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你了 焯烫一分钟捞出备用 空碗中加一勺生抽 少许蚝油 盐鸡精 白糖 水淀粉 搅拌均匀 这样炒菜的时候 就不会搅忙手乱了 锅中油热下入葱蒜 小火炒出香味 倒入西红柿 炒出浓汁 再倒入菜花和木耳 大火翻炒几下 倒入调好的料汁 大火翻炒个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西红柿炒菜花 好吃又下饭 喜欢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